Cnex影展9月底正式开跑了 有14部影片 很特别 他们不在电影院播 而是在华山光点的展间免费播放 影展以消失与复现为主题 探讨社会 亲情 爱情 还有文化传承等等议题 其中导演袁广明的 占领第561小时 记录台湾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立法院 长达将近一个月的历史时刻 还有德国和俄罗斯的短片 今夜好好睡 描述熟税在银行地板上的游民 讽刺真实世界中的贫富差距 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学生 占领立法院议场 导演袁广明在太阳花运动 第561个小时进入议场 艺术家拍下学生撤出议场的前一刻 但却将所有的人 全部用后制技术删除 只留下标语 海报 桌上的笔电 地上的睡袋 呈现着超现实的一刻 它所呈现的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肉眼 可以看到的景象 但是呢 这个作品里面呈现给我们的 却是超真实 超越真实 它让我们看见了当代社会 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或许就是图像的力量 学生占领立法院 它所标示的意义 其实就在于 它对于这个空间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这是华人纪录片影展 其中的录像空间单元 在简单的方正房间内 循环播放14部录像作品 没有特定的剧情 以消失与复现为主题 对应当今社会 它已经跨了类型 不只是传统纪录片的叙事 那它很适合 就是在美术馆这样子的空间放映 我们就想要做一个类似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也可以尝试比较多实验性的作品 换句话说有些作品 它特别适合眉头眉尾的观看 它更像我们一个做梦的经验 14部作品短小精炼 像是俄罗斯民导 维多克萨扣福斯基的 今夜好好睡 像是监视器一样 观看一般民众 对于夜晚睡在银行内的流浪汉 如何反应 各种标语涂鸦在白墙上 重新粉刷又再次被涂满 来自图尼西亚的影片 《墙》 在墙里的节奏衬托下 缩时呈现白墙上涂鸦的变化 反映茉莉花革命之后 图尼西亚民众自由辩论的社会风气 1984年海山煤矿发生灾变 93名的矿工全部死亡 只有一人存活 唯一的幸存者周宗鲁 在矿根里头度过了五天四夜 另一部影片来自台湾艺术家 高俊宏的创作《两个1984》 描述1984年 为在英国发生的矿工大罢工事件 以及台湾的矿灾 两件事情互相对应观看 艺术家高俊宏在曼彻斯特驻村期间 记录1984年英国大罢工 三十周年的音乐纪念会 更深入了解当地 最具代表性的劳工抗争事件 他们邀请他给予警方教练 如何控制人员 如何控制未来的抗争 警察也送到香港教练课 相较于在电影院看影片 受到时间上的限制 录像装置中让观众自由进出 感受视觉震撼